同學們拿起這支不起眼的傘架 裡頭的機關可是帶有來頭 只要輕輕一按 傘鼓的最後一節就能輕易往下縮 這項創意設計 跟在今年的國際青少年發明競賽博覽會中 打敗群雄奪得金牌 我們一開始是先準備比較便宜的兩把傘 然後依照我們就是投出傘的資料的設計圖來做 然後試做一下之後 然後確定稍微就是可行度之後 再買比較好的 然後重新就是就在做這樣子 為了解決下雨天撐傘時 雨水經常沿著傘面邊緣滴到別人 造成他人困擾 這三名高二升便開始著手設計規劃 在老師的指導下 拆解多組的雨傘骨架 進行分析研究 最後研發出這把可縮小傘 將傘源改造成折叠式 方便隨時縮小傘面 大幅降低臨時別人的機會 組裝出來的作品雖然說不是那麼的精美 但是呢 他們的精神呢 其實也讓很多同學也想效仿 我想他們的影響是非常的大的 校方也表示 這項創意設計從12個國家當中 共1300多件的作品裡頭脫穎而出 獲得金牌肯定 不僅讓學生感到相當驚喜 也讓人看見台灣學子 源源不絕的創新能量 記者陳柏翰台中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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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